一名黄姓的高龄产妇在立委姚文志跟台北市议员谢维州陪同下 控诉台北荣总陈兴医师产检疏忽导致孩儿胎死腹中 今天传出陈兴医师已经辞职 而姚文志谢维州也出面鞠躬道歉 生产时的悲剧让母亲痛彻心扉 但也让越来越多妇产科医师成为被告 是医生的医疗疏失还是产检本身的限制 让妇产科人力越来越短缺 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今晚八点有话好说 顺利分析